OK 太好了 我们抓紧时间 我这个随时会挂 因为天气太热了 OK 正好 你能听一下吗 嗯 能 我找你来不是讨论科研的 讨论一些哲学问题 对 我也讨论问题 这个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听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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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哲学问题你来给他们讲 OK 骂回一个更以非诚的科研 首先他们俩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跟学生做科研 OK 我这个我能解释清楚 他不 prefer 做马歇尘尼 他是因为学生太菜了 学生目前的阶段 他需要先做马歇尘尼 先上手 先尝试一下 然后再做了足够多的马歇尘尼 对科研有一个敏锐的判断 就是 更希望这些对科研有些敏锐判断的人 去尝试做TCS 这是孙老师的目的 你发现你这个理解能力满分了 OK 现在我解释清楚了 有什么问题吗 听懂了吗 嗯 听懂了 你知道 你之前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不知道咱俩没有聊过这个事 没有 真没有 那你是怎么知道 我印象中你是做了两三个模式模式配合中的TCS 我说没错 是这样的 你记不记得我们最早写 直白 没有那么直白 你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当时听了 我就get到了 然后你还记得这个事你有印象吗 嗯 有 然后后来才跟Samson 才在说那个啥对吧 就是这些啊 嗯 你是怎么意识到咱们写的那本事 我想问你是怎么意识到的 他知道你是怎么觉醒的 对 就是你怎么 就是你怎么意识到 其实是uninterested in 是没有意思 就是我跟他有一天说 就是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 对 你是怎么自主的觉醒 知道了 我不太知道 我想 你承认就是 不是 那个文章首先我没看懂 但是我到最后都没看懂 那也是就是 那算你认可啊 认可 他不是 他是可以加了 Suppers可以过去的 不像就是我们跟Samson那个paper 对吧 你们在大家前推导 重新写了另外一个paper 对吧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我们没做出来的文章 对吧 我们那个结果很weak 对吧 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 咱们写的那些 我生日类文章 你要写一些TCS文章 你是怎么知道 这两种文章呢 我跟你说我也没让你看过很多文章 你是怎么意识到这件事情 就学生不跟我说 主动写TCS文章 我是不会让学生写这玩意的 现在 没有 我是 我当时是觉得后面 我们这个project 它开始是一个比较大的东西 但是感觉做不下去了 就是它再往后 就是还是同样计算 但是那样 它那个结果不就exponential 一增长 我当时感觉 这东西好像没有个结果 那你跟Samson投了这个Soda 对吧 我说咱们也写了一些 你觉得这个文章 跟咱们之间写的文章 是一种文章吗 我就说这些文章 你觉得是不是一种文章 不是 哪种文章是你想做的 Soda这种 OK 他是一个想做TCS的人 他可能并不complete understand 我说的TCS 但是他明显是想做TCS的 所以说话你你有没有想过 你觉得我知不知道 你从来没有伺候这件事情 这也是可能的 不是 我感觉我思考过这个事情 就是可能好久之前 就是我看您那个DBLP 然后我看这个 就是感觉明显在20年 还21年之前 这个什么TCS三大会的文章 特别的多 后面好久就不怎么有了 然后我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 对你有伺候这为啥吗 因为那个ML文章 就是好写一点 让学生比较简单 能让学生写出来 对啊 你们这些本格上水平 实在是太菜了 不可能写出来这种东西 就是在两三年内 没有两三年的春 是不太可能写出来这种东西的 对 但是你觉得我会不想写TCS吗 你觉得我会不想写这玩意吗 不会吧 那我是不是没有办法 我出现的没有办法对吧 我因为跟你们做科研 你们全都是一些 来来太子都不会用的人 那我们是不是只能先写一些 某生日的文章 再练手对吧 现在训练基本功能 相当于这一点 这个你认可吧 我之前也跟学生 我刚刚在带学生读砾 也是主要做TCS 后来就是 就是我之前是先他们做TCS 然后有些学生做不下去了 做某生日的 或者说有些学生 能做下去也不想做了 也有这种学生 然后但是让你们 现在做某生日的 现在你们做完之后 有些学生就会觉得 某生日的不interesting 或者说东西太诡异了 天天的make a sub 我也能页着页着想 你们 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是做TCS 或者说你 你有没有看过之前的文章 对吧 但我知道就是是做TCS 你这两个文章不一样吗 对我知道 你知道咱们有写过TCS的文章吗 对是 我的问题是 你知道咱们哪篇文章是TCS文章吗 哦哦 matrix completion VT low rank L infinity NDPP 那个感觉都是TCS 没有没有 那几篇文章里面 只有一篇matrix completion 勉强算TCS文章 并不完全算TCS文章 好的 就上下文章 可能就是我上上那文章 好的好的 你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要让你 选那么piver 或者说 你就还说你 你也无所谓就选 就是 首先我不是在批评你们 是要 我只是想是做understand 我扫音 我只是想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 让正确的学生 干正确的事情 就比如像想做TCS 那就是我们就跟三文章 做TCS that's fine 为什么我们可以写 公共的TCS 就是也是OK 就是我现在只是想试图 因为本质上 我还是想做TCS 但我现在每天的时间和精力 都在用来跟你们这些 教学生做我生生的 基本功劳上兑现了 对吧 甚至你可以影响 你问过 你问过的任何 很多男的数学问题 我都没有往里想过 实际上 我根本没有时间 我往前每天都在 交代 那个test 你能把那个wording处理 那个error处理一下 我们要干这种事情 是的 我就没有时间概念 现在呢 就是我现在这个视频 已经录得多多了 他那个学生跟我说 就是我这个视频 应该已经多多 基本上学生看视频 可以从古道 直接写某程的文章 所以我现在在思考 如何做下一件事情 OK 老师的阶段一 老师要做阶段二来 就是我需要 可能有一百个学生 十个学生 能够一个TCS 我如果把这个学生找出来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这么说 包括合体 但我觉得 能可以直接从数学系 把学生 我感觉大部分 可能是愿意做TCS 这个问题老师给我讲 就是学生是非常random的 你不能从 他是非常random 真的是非常random的 你不能从学校 参业来学学 因为我感觉就是 我自己见到的一些 做就是读CS本科的同学 他们很多人 没有上过很多数学课 所以他肯定也不喜欢 看数学证明非常多的文章 但是不好说 他有可能是愿意尝试 然后学了呀 他完全不好说 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见过这么多学生 这是一个极其random的事情 数学系他只能 我也见过数学系 带某程中里面 然后写不了去 我也带过 他是一个非常random的事情 而且我也带过 我最早带的 我就不说哪些学校了 因为说了就他们家 就知道是 我就说